中星网7月13日电,去爱媒报道,科学家们在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行星商专闻称,美国宇航局NASA发送到火星上的一些探测器可能毁掉了火星上存在生命的证据。 资料图,好奇号火星车,报道称,科学家们所说的探测器指的是NASA发在40多年前,封网火星的维京一号和维京二号,他们主要任务是分析火星土壤量本,寻找生命的关键组成部分,有机分子,不过他们并没有找到外星生命证据,最终只得空手而归。 然而,今年号机号火星车,却在火星上,找到支持生命存在的证据,确定了火星上存在支持生命的有机物。 这不得不让科学家们开始对维京号计划中两个探测器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科学家们发现,在火星土壤里有很多高氯酸盐,这些化合物有很高的化学火星。 科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在维京系列探测器的实验室内受热、爆炸,并毁掉了所有的有机物痕迹,导致土壤发生了很多变化。 报道指出,科学家的这一观点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得到了维京任务期间收集到的数据的支持。 科学家们在维京号探测器的土壤样本中发现了化合物绿本,它仅在碳森子与高氯酸盐燃烧后出现。 不过,也有科学家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维京号探测器发现的绿本有可能来自探测器自身携带的地球物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